是对他做了一些妥协 实际上在上一个常委 在一个上一个会上 一个讲妥协 就是说呢 王沪宁和李强妥协 常委的妥协就是说 接受精准 但是不是精准实测 而是精准防控 那当然这次呢 又接受他的一些具体的精准 但是还是不接受精准实测的说法 好了 我就呢 今天就关于这个问题 我就讲这么多 就说我想说的就是呢 实际上在中 昨天这个陈小平先生 做了很多的概括 他说呢 这个实际上呢 企业家不愿意 这个去 为什么呢 如果一旦有一个人 被感染病之后呢 那企业家要负责什么旅馆 什么费用 他负责 该交钱还得交 那么实际上他就停工的话 他最后呢 这个他的损失要比他开工 如果有人得病 这个损失还要小得多 那么他也讲到了 世界各国都开着发病 为发病 为疫情扩展扩展 这些都按照传染病的需要 没有什么政治干扰的地方 疫情都在扩展 而中国呢 实际上怎么就复工呢 而且呢 政治局会上也说了 拐点还没有出现 就要大规模的复工 现在已经 而且说不复工的话 就要怎么怎么样 可能在下边要动专政机关 来惩处不复工的人 但是呢 我刚才又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实际上现在中国的 这种防护的 这个东西 连一线的医生需要 都还满足不了 那病人 咱们可以看到 方舱医院中的病人 实际上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防护的 就是在那 如果他们真有病 交叉该染 实际上 能够好的人呢 都是靠自己的抵抗力好的 所以有一个医甲医院 是金银滩的 这个医院的 一个医生说 他就 他很痛苦 实际上我们能做 就让他们安乐死 有些药是有些效果 但是都是不能保证 而且这些药 有没有效果 都没有按照 国际上的这个标准 通过这个 叫做什么 双盲比照 就是这个 随机双盲比照 的这三个原则 来确定这些药的效果 只是在单额的各地上 没有参照器 那么这是一个 而且呢 这个所谓双盲 就是病人不知道 他是什么样子 而且那个 这个失智的医生 也不知道 这个药是什么药 那这样 他就没有偏好 而习近平在这上 一开始又做一个 只是要中西药结合 你看人就开始 又提出来了 什么黄莲素 什么双黄莲 什么 还有什么一些药 还有什么提 营销解读片 还有人今天跟我说 把醋在家里 按什么八卦的方位 放上几盘醋 那个醋的数量 根据八卦的方位 要放不同的来说 因为我这人 三教九 有什么朋友都交 那这朋友很认真的说 他觉得好像 我的命将来很重要 他就给我提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 但是我 我觉得心是好心 但是我 我这个人就不信 那个东西 好的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网友 要请教 黄巨刀博士的 有谁举手吗 黄巨刀博士刚才讲述了 特别是习近平的人民战争 就是人民斗人民 也就是新的一个专政思想 还有在前面讲到了 其他几个话题 我看有没有人发言 发言的人可以举手 好了 这边没有人发言的 那我们看一看这边有没有 有些很多人说 都希望您能够保重 并且呢 希望您尽快的能够回到中国 能够代理民众们 能做一些事情 那么也有一些人士呢 指出呢说 希望您呢 千万不要加入美国籍 那么一定要有一天呢 要回来建立中国的和中国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我不加入美国籍 就是不想欺骗美国 因为说实话呢 就要加入美国籍 要有一个忠诚宣誓 我没有办法呢 效忠美国 这个我也跟美国各界 说的很清楚 就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就是我曾经做过 中国的人权这种课的 这种主教 我在主教也要 一般要讲两堂到三堂课 我也明确说呢 我是一个中国的爱国主义者 我也明确这么说 才可能让 那这个 其实但是你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是说在中美充数 站在中国里面 不是的 其实读书人 还有一句话 哪里有真理 哪里就是故乡 孔子他也不是说 非要在他的国家骁牢 对吧 哪里能用他的想法 他就反正 既是旧民嘛 实际上这是个 普世价值的情怀 不应当局限在一个 国家 孔子 说哪个国家都不用 他就到排行过 海盗东边去了 那你要再做点民族理想 所以那时候没有日本吧 但你别说 他想跑到日本去了 就跑到我们宿地那去了 当然就没有 因为说是传说中的 中国的传说 日本是 就在秦朝 在秦国时候 那个秦始皇派 吴伯 那个徐福 在五百宗 那五百宗里 去建的国家 这个都是八卦胡扯 但是我讲的 回过来之后呢 其实呢 本来呢 从我的理念上来说 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 它的制度上更好 胡平曾经说过 他说呢 全世界国家都是 打出来或者是继承下来的 美国这个国家 是商量出来的 就大家坐在一起 商量成立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国家 就是比较讲道理 就是说 也就是因为他讲道理 所以律师才可以 吃 就很有饭吃 因为所有事 都要到法庭上讲道理去 那就所以律师 就能赚很多的钱 但是我之所以 没有办法进入 美国的国籍呢 就是因为 我总觉得呢 就是中国的事啊 比如中国发生一个事 我很牵肠挂动 美国发生一个事 我总觉得 美国人可以自己 我觉得美国可以自己搞好 尤其美国人说 你跟加入美国 在美国从政 那首先我觉得 我在美国从政 我没什么优势 即使我有优势呢 我也觉得呢 我在美国做的贡献 不会太大 而且我觉得呢 相反呢 一就是美国人认为说 你爱国 你可以烧国旗 可以不喜欢他的宪法 你可以反对美国政府 你可以whatever人可以做 所有你就是 一般我们中国人认为 是针对美国的反美的事情 中国人做的反美事情 你都可以去做 但是唯独就是有一条 你要把美国放在心里头 别的国家都中 但这一点上我做不到 就是我还是觉得呢 其实好多加入美国国籍的 包括那些什么 我们说的爱国华侨啊 那些什么就是 同共的这些人呢 其实他们都是脑子里 他们连英文都不会说 他们真的就是中国 比美国重的多 要我说呢 他们都是在欺骗美国 加入美国国籍 其实加入美国国籍呢 以效忠的概念 不是意味着不能反对 对啊 我们都知道 宇文陛下 宇王陛下忠诚的反对 派的意思就是一个 你就是甚至可以 为反对而反对 但是你得反对的是中国 不应该是美国 真正我也跟很多人讲过 就是一些 因为我自己的交往比较多 各个政治意见的朋友们都有 他们就讲说 这个 那些什么 那些 他就说一些 一些右派对中国的批评 包括什么直接中国 都是这个叛国和卖国 我说我就跟你说吧 真的不关心中国的人 我在美国见多了 华尔街呀 专业街 他们根本不谈中国的事 他们真的就是 对美国是谈起来 津津乐道 还有人谈上帝呀 实际上他也对 美国中国呢 都没有那么大兴趣 他就是对上帝兴趣 要超过一切 对上帝的忠诚 超过一切 还有一些义工 他对他所专业的领域中的 所要服务 所要解决的问题 是全球性的问题 他们超过了所有的国家 所以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些人呢 都是有他的一个效忠对象 其实我们心中呢 都有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是觉得因为在中国 所以我没有办法 就欺骗美国 因为这个 不是我不喜欢美国啊 也不是说中美有冲突 我要站在中国一边 我也明确说 我是个不治价值论 就是说 在有两个群体冲突 我一定站在正义一边 不能根据地缘 或者血缘的亲近 选边 那这个人类永远没有正义 没有和平秩序了 所以在中美之间 冲突 至少在现在 我看得见的冲突上 那我都还是支持美国的 比如像中美贸易战的一些 一些东西上呢 除了美国一些极端主义者的解释之外 我大体上 我觉得要求公平贸易的话 这个没错 这个也符合中国的理 因为在中国也是 如果你要长期 搞一个保护性的措施 实际上你能够发 在你国家发展的企业 都是不明不白的 你说彭斯说的 不透明支票 什么不归路 这个都典型 不是归路这个没有 这是共产党想拿就拿走 谁也别想说改变共产党的那个路 但是呢 不透明支票在中国是很普遍嘛 那么你要建立一个透明的规则的话 当然就说 这时候大家完全凭分是竞争吧 这个我觉得对中国也有好处 所以这个呢 是这个话题就过去了 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来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希望你能够回去 哦 这个我肯定 我当然能回去 肯定要回去 这现在就不让我回去嘛 而且其实呢 我本来的想法是 我出国的时候呢 这个那个时候 我是一直单身关押 198年 我被10月20号 我落网的时候 我一直单身关押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外界信息 所以当时跟我说呢 当安排你到美国去检查身体 我还问那个司法 那是司法部劳改局的杜忠心 司法部劳改局局长杜忠心 他是锦州第一监狱监狱长 上就要先当司法局的预政处 锦州监狱呢 是这个中国的模范监狱 第一监狱 第一号监狱 那么王丹他们回来服刑都在那 然后呢 他就后来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要流放我呀 他说王丹钢 你这么一小人之心 做君子之父呢 你不是有病吗 权力也说我们不好 给你治病 送你到美国检查身体 我后来想他也不知道 真的就让我就不回来了 因为那暂时前没有先例 从监狱 我就去了去了下的飞机人 告诉你被流放了 这个我就 后来呢 到我一直 他们一直跟我说 如果假如你刑满了呀 什么就可以回去 所以我也在 新加坡还跟他们秘密见过面 就是谈我回国的问题 他们也后来最后呢 2003年的时候呢 后来说因为SARS 我是2002年刑满 2003年的时候SARS 然后到04年 反正总之就 后来到04年 他说我是台湾间谍 说我还发声明 我说我愿意回国 投案自首 你说我台湾间谍 我愿意回国投案自首 他们马上又下令 大家可以查 环球时报 在2004年的2月5月27号 整版的头版 说我和王丹 二王是间谍 台湾间谍 什么出卖中国 什么知识台独 然后换取 甚至贬的什么钱 后来我就 我开始说呢 你们是不是有误解 有误解的话 因为我当时出国 之所以读书 之所以做学问 谁想呢 将来有钱能回国 我就赚着把正上自费 就是想换这么一个机会 结果呢 他们也这么答应我 结果到2004年 说我是台底 后来我说呢 你们有什么误解 有误解呢 我们可以澄清 我还说时间方式地点 由你们定 这个我是发在 当时和平主持的多位上 我发的声明 还能不理我 继续很嚣张的 在全中国的各个大网站 都是铺天盖地说 我是这个东西 这时候我就在 6月1号 我就发了个声明 在多位 我说我 我准备回国投案自首 然后我正好参加完 这个多伦多的一个 纪念六四会 那是纪念六四 15周年 我就消失了 消失之后呢 他们就很慌 这个就派人来 那我的谈判说是 能不能采取别的方式 纠正这个说法 比如说 在那个 在说 他有个叫什么 洛杉矶 有给他们控制的杂志 发表我的一篇 什么专访 然后在参考交易转载 我说不接受 我说你在什么地方 给我发什么地方 给我澄清 那么从那以后来 到了07年 我父亲病危的时候呢 后来他们就不让我回去 实际上是当时国防大学呢 是当时刘亚洲在座政委 他也报了 那么北京市公安局 据说 北京市公安局说报了 后来呢 公安部的副部长呢 公安部有一个八局的 一个署局长 找了个人来给我带话 北京市公安局没有报 但是呢 这个呢 就说这个 总之呢 就是后来呢 告诉我 对我的原则很简单 当时也有领馆人 愿意说 去做一做呢 就去回来回来 告诉你的军刀 他们说的很简单 放在国内 不要就放在国内 放在海外不要 就放在海外 那他说他不是在海外读书啊 做学问会挺好吗 原来那时候07年 实际上我刚完成在 这个新西兰的一年的 这个一年的这个研究和教书 然后这个第二年的是 那个那年是彭定康呢 是愿意就 当时他 彭定康原来香港港独 他是牛津大学的校长 他说他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到牛津去 那11月份 我11月下去 猛烈要跟我吃个饭 在那里面 那后来我就因为这个 他说这个说完之后 我就决定了 重返这个政治 做职业革命家 就是那我就知道 如果不把共产党推翻的话 我就连国都回不了 所以呢 我决定 就是从现在 从那时候开始 先是做一些老民 后来做民主党的工作 到今天 反正呢 我就此生的使命就是这样 别人说好也罢也罢 你也不要骂我 你也不要想事故干扰我的注意力 你这个我就是要做一件事 把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推翻 然后让中国人人都可以公平 分享发展的果实和机会 人人都不仅有经济社会 而且有尊严 有权力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中国人才能得到世界各国的尊敬 谢谢 我们有一位网友叫 Godos 也叫 被称之为叫 耶路撒冷 那么Godos 您可以讲话了 诶 人呢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先讲 好 你好 王金刀先生 你刚才讲的这个决定永不放弃国籍 不加入美国 这一点上让我非常敬佩 但是我也觉得很恐惧 因为像你这样见识的人 你在谈到中国的革命史 在谈到中国的共产主义时期 后来的改革 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 包括将来的所谓的建国理想 通通都是以汉族为中心的 在你的这个讲话当中 实际上和共产党 包括共产党的一些 貌似反对者 但是站在它对面的一些人 实际上是一样的 在你们心中 只有一个 中国是汉族的 只有这样一个历史叙事 和一个展开将来的方式 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景 您肯定在我心中 属于中国人的 当中的一个佼佼者 汉族人当中的一个佼佼者 在你们这样的人心中 就没有少数民族的地位 或者说其他民族 在你们这样的一个 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 我先简单回答吧 我觉得这个先生 肯定没有听我谈过 我对中国历史 其实汉族这个伪概念 就跟什么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其实这都是一些伪概念 经过历史推敲 中华 我就跟很多人说过 我可能不是炎黄子孙龙 我是五国乱花肉进来的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黄河时期的 现在还生活在黄河一带的中国人 都不是 这个汉族和中国人 这个概念呢 这个实际上是梁启超 他们时候在建立起来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 我修理文科叫做民族 与民族有两支学说 这两支学说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民族国家 都是后来的人们 为了在建立一个 现代民族国家 打造出关于一些 民族性的传说 龙的传说肯定是胡扯 对吧 这个那么炎黄子孙 我们也知道绝大多数 不是炎黄 对炎黄这两个部落的 或许有他们的学统 所以在我来说呢 也可能呢 如果你是西北的 一个少数民族 那我靠你呢 我就一直认为 我家的家族史呢 修不到那个什么之前 我就觉得我很可能跟你们是 严比咱俩还在一个部落 有同样的学统 这个我没有这个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要建立现代民族 不是汉人的国家 而且我认为汉人 在往上这个伪概念 我要在历史啊 历史民族上来说 它这个伪概念 我要建立的是一个 普世价值的 就像美国人 这样的一个制度 在这个制度上 每个民族 不是它里面民族存在 它是一个人存在 个人房子存在 你愿意呢 自由结社 你这个民族结个社 你不愿意的话 你就以个体存在 也可以 而且呢 在政治学上呢 做比较研究就发现 其实呢 有的时候 在一个自由宪政的国家中呢 一个族群内部的压迫的话 其实超过了 这个国家 对它这个 这不是我们今天 讨论的话题 那我现在要说的是呢 这个实际上 在我心中啊 有人老说像 统瓶外界 怎么解决 在我心中 将来人类社会啊 地球现在已经成了 一个地球村了 将来 人类社会主权国家 越来越不重要了 在两个方面 会得到削弱 第一个呢 就是将来这种 基层社区自治 公民基本权力得到保障 基层社区自治 各种各样的 非政府的发展会很快 政府作用越来越小 这个 这个比如非政府 比如像 这个环保啊 等等各方面 人民还有自由结社 那时候 另一方面 全球化进程呢 会带来很多国际组织 把主权国家的 这个原来的 这个独立 不受侵犯权力 要给 就接下来 这个我们在欧洲 可以看到 欧洲的一些 非政府组织 全欧范围的 非政府组织 他们在欧盟中间的影响力 那么通过欧盟在对 主权国家境线 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 中国现在之所以 看不到这个过程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想用民族主义 作为它骨骨 它在共产主义 已经失去吸引 民族的民族 来制造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在民族间制造仇恨 其实我觉得 这位先生呢 我知道呢 你这个民族呢 是肯定少住民族 饱受这个苦难 很多是 这些统治集团 以汉族的名义 去做的这些事情 但另一方面 你也想一想 其实呢 汉族呢 也是饱受苦难的一个民族 我们就拿共产党来说 像比如像我们前一段前 谈到了西中的 这个新疆的维族的集中营 那么我就 当时记者采访我就说 我说其实呢 从毛泽东说 办学一办 是好办法开始 共产党就是 一直用这种方式 首先呢 对汉人进行 大为谋政的迫害 那我们先不说 像新年的加皮沟 那个右派 一个一个集中营 那我们再说 就是像王纳明的武器干校 还有像各种各样的 这种学习班 群众专政 群众专政呢 还有工人民兵的 那个当时那些什么学习班 都是对他们心中 所谓的坏人 地赴返怀 有这种贴了历史的 社会的 文化的 民族的 还有思想意识形态中标签的 外国群体 进行群体专政 这个呢 我觉得其实汉人在中 已经饱受 也是饱受苦难 我们后来的80年代 呼吁建立一个 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也是基于我们自己的 痛苦的这种经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也知道 像胡耀巴先生到西藏去 也曾经承认过错误 也曾经是要求 汉族藏们都退回来 就是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我觉得我们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专政和暴政 我记得呀 就是我在 零几年时候 我到台湾的时候 当时陈水扁还当总统 在二发时候呢 陈水扁就说呢 外来政权的概念 林毅雄先生 就是他这家呢 是被国民党灭门的 后来他就说呢 专制就是专制 不分本土 还是外来 他说我们是反专制 不要提什么 就是他意思就是 不要在族群之间呢 再去做一些 这个太多东西 毫无疑问呢 我觉得说呢 在历史上呢 少数民族受了双重的 这种压迫 既有一个强势民族 对于这个少数民族压迫 也有一个 这个就是这个专制社会 对于这个老百姓的压迫 其实你仔细分 还有呢 还有比如说发达地区 对不发达地区的压迫 这种压迫是经济上的 对吧 那么你可以再想想 就是说有过教育人队 没有教育的压迫 这些其实都是有的 你可能仔细想想 你有三处四处压迫 但是做到所有这些 我觉得我们有个共同目标 就是建立一个 宪政民族的制度 然后允许多元化的存在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纳入到 全球化这个体系中 那时候当主权国家 变得不重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聚精会神的 专业性的解决 而且在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上 解决我们 共同面临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相信 也是人类社会 共同面临的问题 这位刚才那个网友 现在又上线 王先生 你讲的这 王先生能听见吗 能听见 你说 可以听见吗 可以 可以听见吗 对可以 我觉得可能之前 我确实还是 我还读了您很多一些作品 但是关于民族这块 没有很深的印象 刚才你讲的 我觉得大部分 还是很接受的 但是还有一个 我觉得我们的底线不一样 就是说 你们始终把这个政权 置于这个人民之上 就是说 大家都是他的 共同受害者 但是我觉得 你刚才提到 这个两重压迫 这个汉文化 它本身对于一己的排除 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 这是从孔子 这个第一不与怪力乱神 第二这个华一之变 这个就开始的 它是一个 非常古老的一个传统 这个我能举出 非常非常多的 具体的历史例子 包括在新疆 那不是这个政权开始的 包括在西北 也不是这个政权开始的 包括在内地苗族 这个政权 甚至在刚建立的时候 还主张一些政治正确 揭露汉族 曾经对这个苗族 进行了数百万人的屠杀 但是后来他就不讲了 也就是他又找起了一个 更有力的武器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民族主义 也就是这个民族主义 是比共产主义 现在生命力更强的 它是始终会被 一代又一代的这种 独裁政府来捡起来的 所以在这个底线上 我还是不能同意您的观点 我觉得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汉族的文化当中 有这种排斥多元性的 这种根深蒂固的因素 那么我们所谓的共同 要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 这个一个操作方法上 就不一样了 首先就得要解体 必须这也是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关系 建立一个现代性的国家 它首先要进行代一致 这个代一致的前提是什么呢 这些人是共同体 也就是有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价值观 才能进行这种 有个代一致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如果 不强烈主张这一点的话 就是明确的说 要各民族的独立发展 和独立自主的话 我认为建立所谓的 这个普世价值的一个国家 就是乌托邦 那么它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 就是什么 我们老说中国 你刚才也能够分析 这个中国或者汉族这个价值 这个符号的一个虚假性 但是中国是个最假的符号 什么叫中国 最起码有两个中国 第一个是古代的 儒生讲的中国 那个意思就是说 按说文解释来说 就是中间的国 也就是首都 那个当然是一个意淫 它也没有真正的存在 我们今天讲的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者中华民国的简称 那个这里头的核心就是中华 你也提到了 这是梁启超 遗造的一个概念 梁启超说 这个我们国家什么都好 但是就是这个 支那这个名字 是外国人叫的 其实支那这个 作为一个地理历史 作为一个地理坐标 是中国的文化当中 唯一和世界的 价值接轨的东西 结果被中国人 在短短一年 一百年之内 就彻底的废除了 现在就是 以中华字句 谁讲支那 就是对它的侮辱 这点让我觉得 也可以看到 这个文化当中 就是排除异己的 这么强大 然后如果天天强调 这个不去理解 这个中华不代表 所有的 所管辖下的 所有族群的 价值观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调和 这中间的矛盾 这中间的这种价值区别 这里头有很强的价值区别 虽然你能理智的 意识的到 但你不一定 能够感同身受 我在所有的汉族知识分子当中 极少见到 有这种感同身受 有这种独立自觉意识 这种要求的 这种自我感受 当然理智上是有一些人意识到 所以我觉得 我想我表达清楚就是一个意思 就我们的基本底线是不一样的 就像你要建立一个民主 我们都讲现代国家一个基础 是工具理性和代意志 那么代意志的前提是什么 它是同样一个共同体 即使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指导下的欧洲和美国 他们能够一起代意吗 他也是有这个 就是这个政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区别 因为欧洲人的文化和美国不一样 欧洲内部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 这个时候欧洲怎么解决了 二战一战 这种大规模的仇杀 就是独立 就是这个一个前提 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前提 讲所谓我们的普世价值 中国人去接触这个普世价值 是不可能的 对了 我在最后再补充一个反过来的证据 假如说你今天 说有一个力量来取代共产党 可以作为一个普遍的民主 建立一个自由社会 那么反对这个党的人 反对这种趋势的人 很容易拿起的一个武器 就是民族主义 就是自由民主必将导致国家分裂 这也是习近平一年前讲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我认为 它是最大的阻力 而你们我看到的 几乎所有的汉子知识分子 都没有设计的 我讲完了 我回答一句吧 就是我觉得呢 第一个呢 我觉得你中间是有两个讨论 一个讨论呢 我觉得涉及到历史文化 民族历史的这种讨论 这个讨论 学术讨论 我今天不跟你讨论 这个讨论展开就太多了 我一定跟你说了 我说也许从民族的起源上来说 我更觉得 从各方面 我自己也看到 我更像是一个北方 来自西北部的游牧民族 后来在 可能也是我作为征服者呢 入处中原之后 就被中原同化了 也可能呢 我就是被中原 被抢到这个地方去 然后就被同化了 这个可能是 这个呢 其实所以我才说 汉族也罢 中国也罢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虚假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 近代为了打造民族国家创造 这也不是中国才有 有一个人呢 这个写了一个想象的共同题 后来在这个题目下呢 就是现代民族国家 实际上都是想象出来的 历史上的中国呢 就是我们就说的 郡县制管的 后来像比如像清帝国管的 它实际上有一个理藩院 一个郡县制 就是郡县制是属于六部管的 这个是传统的明朝的中国 那么后战 你刚才讲到了说 共产党对苗族 也不是共产党开始的 当时在征服这个西南的 这个属于叫改土归流的时候 实际上这是清朝开始的 这个对少数民族这种征伐 那个打得很惨 实际上在很大众人说 这个清朝的国力 也真的在那个时候 过程中 就是对西南的少数民族 强迫把他们那些部落呀 这个怎么给它改变 成到巨县制底下 这个变得 打得这张大冷散 那实际上还清朝还有一个理藩院 实际上中国呢 大概有三分之二 大概或者到四分之三的领土 像蒙古 还有像这个东北 还有像新疆西藏 还有云南 我们现在云贵一带的 图斯等等这样 它实际上不是属于 这个郡县制管 就是中央并不直接 这边关系 中央任命一些官员 在里面是一些军事长官 一些行政长官 各地的制度都是自制的 这个我知道 只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呢 清朝当时的龙玉太后 为了换得汉族人 不对扬州时日 加军三族 这个进行报复 这种大规模满足的屠杀报复 于是愿意呢 把李藩院所管理的这些部落呢 这些呢 就是主要在这个翻共体制下的 不属于中国这部分呢 都交给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民国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 这就后来带来了中国国内的 很多的这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在过去 在东亚时候 这是我进行了政治学讨论 这个历史学讨论 在东亚时候原来是翻共体制 在西方国家建立之前是翻共体制 翻共体制就是说 你是中心的时候呢 其他国家向你翻共 这些国家是土地存在的 只是作为你的附属国 有一定的军事同盟的义务 也有一些 对你有些政治上 比如定期向你进贡 到你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会对你称臣 那我们讲说 西藏其实和中国关于一个比较复杂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个清朝呢 作为统治来说 他们的女子 女子呢一般都理蒙古 就皇后是蒙古的 蒙古又信佛教 所以清朝一直呢 当时说跟中国结成 在世俗上呢 是翻共关系 但是在这个宗教上 是共识关系 共识关系 结果呢 到了中华民国建立呢 这个政权世俗化了 共识关系没了 结果西藏就成了个纯粹的 一个这个翻共关系 就变成了中国一部分了 这个呢 其实中华的 中华帝国的传统的疆域 是和今天的中国完全不一样 他这个传统的疆域 实际上很多的 我刚才讲了 他不是 不是就是所谓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今天写的条约体系 但是西方进来 中华民国这样的条约体系建立之后 也得到世界国 我承认才有了一个 就是把当年李帆院 这些独立自治的国家 说他也 那时候也不是国家了 他们主要是部落联盟啊等等 把他纳入的中国范围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啊 就是你说这些东西我知道 而且中间都是很多血腥残酷的这种 征服啊 镇压 甚至种族灭绝的战争 这个像对准格尔的 这个那个清朝对准格尔的 打得上是种族灭绝 但是你也知道 像在大清 在大清帝国的名下打的战争 在很大时候 汉族也不过是奴才 是走狗 或者是这种 是这个 是工具 其实打了也不是汉族的 对吧 那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汉族 这个实际上是 是清朝的这个 这个王公贵族 就是这个 诺尔哈治 他们这个后代的 是这样一个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 你要讨论一个政治层面上 其实当我说宪政民主的时候 就是你说的 但是宪政民主 你知道还有两个 两个东西啊 你这是有区分的 你只讲到了 以公民为己出的 以公民为本位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代意志 但实际上代意志 不是唯一的方式 这个今天不是展开 因为政治学是我的长项 这个我今天 我不跟你讨论这么多 我只告诉你说 在我说宪政民主一个词的时候 其实就包括你说所有含义 但是还有一个含义 还有一个含义 是你是强调的 宪政民主还有是 允许在自愿的基础上 形成一些 以族群形式存在的 这种存在 当然在不同国家中 族群呢 它存在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在有的国家 它允许族群是可以有 自己的领土 自己的土地 在这个土地之上 没有特别需要 这个别的族群 是不许进入 或者就是说 宪政民主是普世的吧 就是说 其他的公民团体 或者包括政府 都不能随便进入 比如像美国给了印第安人 一些特别的一些 这个一些措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就是这个 在在 就是要在公民的这个基础上 完全建构 这时候其实 不强调你的民族身份 你跟别人一样 汉族也罢 守住民党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将来呢就是 我其实我刚才 说的一句话很重要 我认为主权国家 将来要消亡 那么在这种消亡的基础上 实际上将来人类呢 可以族群实际存在 也可以以各公民自愿结盟 族群就是什么呢 它是建立在一些先天的 血缘和地缘关系上的 基础上的群体 他们可以集体的存在在 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中 那它也可以以公民的 自愿结合的方式 比如像公司啊 什么像一些 还有一些像这个 地区共同体的建构 其实德洛克 就西方的政治学者 在讲这个传统的 宗法社会解体之后 新的这种国家建立 按什么原则建立上 他就是通过在 契约论基础上 就是公民 独立的公民自觉 自觉的订阅 这个呢 就跟他的族群 和他的先天成分 没有关系 那按这样的一个 包括跟他的信仰 什么都没有关系 但这个来自愿的订阅 这个其实现在 宪政民主带一这个基础 但是所有宪政民主啊 也都尊重一些 少数民族的 这种以族群 集体形式存在 也给他甚至给他们 也处置 不光给他们 也特殊权利 这个是呢 我觉得这以后呢 我们讨论制度设计中 我也欢迎你参加呢 以后参加我们 中国民主党的 这样的讨论 我觉得我们愿意呢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总之呢 有人问我说 关于分离主义啊 统族问题的结论 我都说 在我看来 人类将来要建立 在全球化上 和公民的基础 这两个层面 重建人类政治市区的话 实际上 主权国家的这些东西呢 都应该逐渐走到消亡 就像现在欧盟 欧洲共同一样 当然现在出现了逆流 但是从来都是这样嘛 就是说 这个一旦一个国家 面临危机 人们会把它归结 为一个最后建立的设施 那么实际上 欧盟现在也面临 这样的考验 因为现在欧洲 确实在发展中 存在了一些问题 这些困境 人家很自然 就会找到一个 最薄弱的设施 除气 那欧盟这个呢 是最比较 比较古老的设施 他们一般来自动不了 所以他们不这么想 但这个也不是我们研讨 总之那我就说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这个先生 我也直言不会的说呢 我虽然我理解呢 就是在一个长期的 这种压迫中间呢 形成了一种这种 这种这个感觉 这种压迫感 但是呢 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如果真的主张 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话 那就是我们还是要 一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你一定要知道啊 就是说 我在美国学会的最大一点 就是不给苏群贴标签 不给人群贴标签 一个就是一案 就是一世 一案一人一世一审 甚至在这个案子 就是这个案子中 追究谁的责任 不光不追究 他这个人所属的族群责任 也不追究这个人 在其他事情上 说一定要把他 这个其他事情上拿来 跑这个事情上来论是非 这样才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汉族这个概念呢 本身就像我说 历史上是虚伪的 但是你们可能感受到 共产党领导下 有个汉族的压迫 但是汉族人也是不一样的 我是想说呢 我反正是不想 为其他的汉族人 做的罪行 去承担什么责任 不是说 你说我要是 从政治正确 表现高尚一些 替他们去认个罪什么之类的 有些汉人怎么做 其实我也 我不想做这个事 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样做的结果 会加深族群之间的隔阂 隔阂不是仇恨呢 但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提出隔阂能化解旧院 比如说表示一下 对一个族群 对另一个族群 权来强制族群 对弱势族群的尊敬 能化解一个旧院 在一定程度上 能与有罪 将来族群走向融合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个也在一定程度上 会就是会把一些 没有的一些罪呢 等于落到自己身上去 我觉得呢 将来可以追究 而且甚至就像 在这个 你知道在政治转型中 有一个叫转型正义的分支 他又在研究在过去的旧制度中间 那些对犯了罪的人 在依据旧制度 对这个犯罪的 包括族群之间犯罪 我觉得都要追究责任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们去追究那些 真的披压了少数民族的人的 那些人具体人的罪责 我觉得来做这件事 在现在来说呢 找到少数民族政党 对于集体反抗 是有一个积极意义 但是呢 另一方面真的要追责 我觉得追到个人头上 追到具体事情的头上 这样比较好 那最后我想说呢 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现在越来越多的汉族 知识分子呢 不仅抱着同情心 来对待少数民族的事业 支持你们 甚至支持你们的 分离主义和独立的 而且他们正在海外 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呢 他们甚至呢 就他们愿意加入到 你们的事业中去 把你们的领袖 当做自己的政治领袖来看 这个我老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要搞清楚 这个其他的民族的领袖呢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呢 他们实际上是为了 本民族的事业 他们一开始说得很清楚 在这点上 这个一定要知道 那么说自己的事 还要自己去解决 不要因为别人 现在国际舞台上 有一个比你更大的 说话机会 你就想把自己 弄到别的地方去 那你让别人等于 把别人的敌人 也跑到别人那去 别人扛不起的这些事情 好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非常感谢君陶博士